我是書單子一名,大學畢業之後一心是想做學術研究, 沒等過緣份的安排被我在教育界留了十幾年。 當然,人生的列車處處是風景。 感恩我這班車,被我飽南從一個殖民地到另一個殖民地的風光。 一言以蔽之,這一個是紅線從母到有,再變紅海的歷程。 回想起來,讀大學御科,即是A-Level的時候, 老師給我們引印字跡已經蒙胡不清的筆記和論述題的樣本答案,其實是一種幸福。 幾十年如一日,使用同一套的教材,與其說是詩之墮, 不如說是社會、政治、課程、穩定的表現。 那個時候,教育界尚算是兼容並促。 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是,當時的中市科課本是設有現代台灣的部分, 學生是可以讀到十大建設。 那個時候,怎會想到,三十幾年之後的香港, 中華民國乃至於批判思維都會成為禁忌。 紅線在回歸之後的半年已經出現。 教科書審查指引明確禁止使用殖民地描述九七前的香港。 前幾年,一黨專政以至於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也成為了禁忌。 最後,庚子科長案裡,連討論日本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利與弊也都是犯禁。 去年,DSE歷史科的試卷歌頌深圳速度。 原來,這才是政權對於歷史科的要求。 換言之,紅線已經變成了紅海。 在中學裡,用正常的方法去教授歷史。 例如,客觀評價中共建國七十年的功過,可能已經犯禁。 既然體制裡的教育已經是難有作為,民間教育就變得易不容辭。 上星期本欄介紹的歷史科模擬試卷計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 但是,民間教育的路是不會平坦的。 香港眾志前副主席鄭家朗和他的團隊製作了太平島保衛戰教材, 目的是為港人子女提供優質的普世價值教育。 教材仍然是預售之中,但是教育局已經是進行了加持。 建議家長是不應該購買以教材作為包裝, 實際是作為政治宣傳污衊政府的毒物。 如果用人話進行翻譯的話,教育局其實是告訴家長, 價值觀教育是十分重要。 家長們是應該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捍衛的。 到這裡,我想起了伊索語言的一則故事。 從前,有一個馬夫,每一日都花很長時間為他看管的馬匹收剪和梳理馬毛。 但是他竟然出於貪戀,每一日都會偷走一部分為馬的燕墨, 拿去出售以謀取私利。 馬匹因為糧食不足,健康狀況一日比一日差。 馬最後忍無可忍,向馬夫大叫, 他說:「如果你真的想我的毛色潤滑和健康, 你應該少些幫我梳毛,多些給我食。」 這則故事對於教育事業是很有啟發的。 教育是需要持之以行地給學生養分, 讓他們能夠掌握知識,明辨是非, 藉此是培養出道德的勇氣,捍衛自己而不是別人的信念。 如果官方只是要求學生梳理出外國的模式, 但是要求教師,即馬夫,在日常的教學之中不斷掩走應有的內容, 學生是遲早會營養不良的。 少疏無法,多給養分。 如果馬夫或馬主是堅持錯誤的話, 換馬房就是唯一的選擇。